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都非常的敬佩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一位美食的达人 梁又祥老师来谈谈台湾美食国际化 梁又祥老师你好 总统好 还有网友好 还有我自己好 我是梁又祥 那么从小我爸就说我是个爱吃鬼 那么所以我现在在两岸写专栏也主持美食节目 那么自己也主持广播节目 因为我一直觉得吃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人为了生存了下来 但是它生成的结构里面 有非常多深厚的一些历史跟文化的背景在这里面 那么其实今天能够做到总统旁边真的非常荣幸 我们待会轻松点来谈这个严肃的话题 我知道你跟这个美食有不解的渊源 而且是很长的历史了 很小开始就是如此 人家开公司是为了赚钱 你呢 当然不能说你不为了赚钱 但是你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吃 对 因为我赚了很多钱再有钱去吃嘛 因为我刚前面讲我爸从小就说我是个好吃鬼 那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就在郡村里面 郡村里面隔壁是石川人 对面是赛东延 后面呢广东延 所以各省各地的人都有 那么在所以我爸爸因为爱我就是 也没读什么特别的书 就是喜欢做些好吃的呢 只要我吃得开心 他就觉得是爱 那自己会做 非常会做 而且他到处去学的做 那么我妈妈自己在广播电台做广播节目 也常常带着我到处去吃 他呢吃的外汇的机会 所以我妈妈是 我爸爸是安磊 我妈妈是人外 那么那读书的时候 我也在那个非常有名的 副陪梅的那个补习班打过工 那么赚工钱读书嘛 所以在那个时候 台湾差不多30年前 那个时候补习班 他就副陪梅的最棒了 那那个时候有非常多大陆的 我觉得那个1949年之后呢 大陆来了非常多有名的大厨师 都在台北把各种各省各系 最棒的那种仪式文化都带了台湾来 这是台湾有这么好多美式的一个行程的原因 所以那时候有非常多的最棒的厨师 都在副陪梅那里 交做菜 我就耳濡目染 没有交学费还赚钱的情况下 学了很多 那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在地的 这个饮食的文化呢 它堆积出来有非常多的历史的背景 有这个地理环境 有它食材的一种特色 像中等 我们看我们前面你看 有这个南部的挖柜 北部的罗巴本 还有这个南部 那边养的四目鱼肚 还有北部的这个三杯 三杯中卷 还有我最爱的芒果冰淇淋 这些都是其实都是形成 堆取出来我们台湾的一些料理的特色 你刚才漏掉你亲手做的 对 总得喝一口 酸梅汤 这个真好喝 不错 是不错 我觉得这个美食啊 其实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 是是 我们觉得这个美食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生活的态度 所以我在想这个我们政府能够为台湾的美食做些什么事 像这么多美食如果只是照现的状况的话 当然也受到欢迎 但是在国际上能见度还是不够 是 我看到我们这两年来啊 政府陆续邀请了日本、法国、香港美食专家来台湾品尝 然后跟他们学怎么国际化 其实啊 五年前我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就办牛肉面节 我知道 我有参与 我就是想把台湾的美食国际化 然后去年我们在屏东的万卵办猪脚节 我还想在屏东的万丹办红豆节 我还建议观光局能够把全台湾的夜市来评比 我都是我都是发现台湾的美食非常有魅力 但是呢 他行销做的很不够 吸引自己人是没有话说 观光客也没有话说 但是除了自己人跟观光客之外呢 国外其他人知道就比较少 我不觉得你觉得怎么样 很多的美食 它真正是能够吸引外国观光客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非常多的经费 有非常多的单位在执行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像散诞枪打鸟 一枪也没打到那个鸟 全部费了 然后观光客还有媒体呢 并不知道台湾真正非常多的美食的文化在哪里 好吃在哪里 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事情 我觉得你这个观察蛮深入的 在我们办纽约面节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个缺点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做好这个包装的工作 做好这个行销的工作 所以那个政府准备在今年六月成立一个台湾美食国际化推动小组 换句话说集合了经济部交通部观光局 农委会教育部 乔委会这些单位通通都来 换句话说我们政府把它当做一个公共政策 当做一个政府的工作来推动 那我们那这就是不光光招待大家去吃而已 要培养人才 要做好行销 然后呢发生一个这种所谓综合的效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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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